大家好,我是刘毅 今天跟大家分享蒜蓉油菜的家常做法 鲜嫩翠绿,爽口解腻,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油菜半斤左右 这个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 有的叫上海清,有的叫小堂菜,小油菜 然后用手像这样掰开 这个目的是为了改刀和清洗 当然如果嫌麻烦的,可以买比较小的油菜 也就是鸡毛菜 这种油菜稍微偏大 然后像这样重叠起来 改刀切成稍微细点的丝 这个目的是炒制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成熟块 比筷子头稍微粗点即可 切好放入盆中 然后用清水稍微多清洗两遍 这样更能去除里边的鱼沙残留 清洗干净后 再放入适量的食盐 然后用手搅拌均匀 再把油菜浸泡10分钟左右 这个目的是通过浸泡出除农药残留 而且可以使油菜颜色更加的翠绿 浸泡后倒出控干水分 一定要把水分控干一点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减少出水 更容易入味 这是炒油菜最关键的一步 接下来准备大蒜子稍微多一点 先拍破 然后再剁成蒜泥稍微多细一点 炒出的时候更容易出蒜香味 准备好后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今天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 起锅先把锅烧干 接着放入适量的葱油和少许的猪油提味真香 这样炒出的蔬菜味道浓香不刮淡 当然不喜欢吃猪油的可以不放 接着下入蒜末扁炒出香味 蒜末一定要保持中小火扁炒 炒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 这样香味才更浓郁 炒出蒜蓉稍微焦黄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香味特别的浓郁 然后放入少许的清水 放入清水的目的是让蒜香味更容易释放 而且这样锅气还足 这时候一定要开大火 保持大火加入控干水分的油菜翻炒 这也是炒青菜 好吃入味 颜色脆绿最关键的一步 赶采一定要保持大火翻炒 因为青菜水分比较大 保持大火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油菜炒至稍微发软 然后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拌小的鸡精味精和小鸡的白糖不会提鲜 做这种炒素菜盐的量可以稍微多一点 继续保持大火 翻炒均匀 划开调料 翻炒40秒钟 炒至油菜软塌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翠绿入味 简单加长的蒜蓉油菜就做好了 更多加长菜请关注刘育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